第四季节目 我就知道你们主公会来救我的 可不该在此处落脚啊 此地离都城还是太近 灵不宜心死狡诈 万不能让他嗅到咱们的踪迹呀 你可曾在灵不宜念前攀摇我家世子 反某半个字也没说 当初你们家世子可是承诺过了的 若我起兵 他父雍王必定会鼎力相助 到时候冯义俊和蜀忠配合共争驾驶 可是他什么时候动手呢 你疯了吗 我可是你们世子的盟友啊 世子说了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住秘密 畜生啊 我不能 雷大队 雷大队 快救我 我什么都告诉你啊 驾 好 啊 这樊昌越狱 是你设的陷阱啊 是 臣故意放走樊昌 又派人暗中跟着他 发现他果然 与萧世子的人碰面 对方还企图杀人灭口 樊昌恨萧世子 过河拆桥 便向臣坦白 这些年来 他之所以赶心生妄想 是因为萧世子告诉他 冯义俊将和蜀众联合 一起谋反 勇我 是当年最早跟着 朕打天下的兄弟 他身上三处重伤 倒是为朕所受啊 朕不相信 他是幕后主使 参长一面之词 不可信 并非仅凭樊昌公司 臣还彻查了 那些死士的身份 发现他们 都阻击冯义俊 所以此事应事不虚 是 见过之初 朕臣想要雍王入都城 共享社稷 他对此说 自己年迈身疲 故土难离 只想归乡 供奉祭祀祖先分众 朕是念他一片孝心啊 也没有强求 只是命他的长子 辱都城 封一个贤散世子 一切封路随他 难道朕 对他们还不够宽厚吗 人心不足 并非宽厚能够填满的 会不会 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自作主张呢 他想盗败军线 所以故意地隐瞒凡城 雍王自己对此事 一无所知 他无非就是一个 约束而能不得力打了 立下宽厚 但人心难测不可不凡 若想知道雍王是否知情 只需下诏 传雍王回都城一趟即可 那他那个惹乎的世子 在哪里啊 陈查过了 华县失败后 他就携新府回封地完婚 至今未归 此时回封地完婚 这么巧啊 好 好 那这个惹妇是何人呢 怎么 此惹妇 身份非同一般 是萧綦将军 何勇之女 何赵军 难道何勇 也投了雍王 属下认为 何将军实属忠臣良家 不会被雍王务必 他也许也不知 雍王与妻子 已经有谋逆之心 这样 你先去处置 在京中的雍王当羽 朕 下一道招书 找他入图成处置 他若无二心 就看他是否 遵从朕的旨意了 是 给我继续搜 一定给我找到世子妃 任何时我们在 火要见人 死要见事 是 是 赵军在何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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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会 赵军大喜之日 可他却不见了祖英 你是他父母 自幼看他长大 定懂我一般担心的 是不是 快 告诉我 赵军与他优地 现在何处啊 不算了 我不真不真了 不是 赵军是我家新父王 我以他是一家人 只要他肯就此回到我身边 劝服约丈 与我萧家同进退 到时候 待我父王得成帝业 绝不负赵军与你们何家 届时萧何两家 共享江山社稷 这难道不好吗 何家蒸蒸铁骨 请与逆贼同我 好 那我倒要看看 待他何有一双儿女 落在我手中之时 他还能否有这般铁骨英气 我几个逆贼 逆贼 逆贼 我 我就是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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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贼 来 弯他一双眼 还不敢说的话 断他手下 是 我倒要看了 是他先死 还是何昭金先出现 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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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着他 是 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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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雍王乃是 最先追随父皇大爷的老臣 儿臣觉得 当以招安为首 以表父皇心怀仁德 未忘旧臣情义啊 万事只要一到太子殿下手上 总是显得那么一团和气啊 可是那雍王 既然能做出 孤恩负德的行径 哪还讲什么君臣之意啊 小岳侯所言甚是 若要朝堂吻孤 就必须用重点 杀依锦败 雍王这汉勇 绝不输立地 当初也唯有霍家军 可以与之辟地 三皇子 你轻易的依据平叛 谁指定 如今的朝中 你再也找不出 第二个霍冲了 娄太夫 这话你说的 何将军的长子 昨晨已经战死了 老陈 你怎么知道 陈认识一老友 多年来 他与陈尺素相交 他掩饰过人 好游历四方 结交天下游侠 这消息 便是他所结交的游侠 昨日从冯义俊 冒似送出的 不过将军 与其此时 是如此地骁勇善战啊 何以沉沙折戟啊 何将军此番前往冯义区 本是为参加女儿婚宴 并未带作兵马 在得知雍王不成之心之后 拼死将雍王的兵马 堵死在冯义郡内 否则诸位也无法在此 镇定着商议是战还是和了 陛下 臣请您立即发兵持援 臣愿带兵出征 此乘啊 你可知道 雍王十几岁 就在马背上打天下了 打仗对于他来说 比吃饭还容易啊 何将军一家哪个不骁勇 遇见他不也一样 身陷险尽吗 此战凶险 看来啊 还是得派一些 岁数大经验族的老将去才是 臣的年岁 确实比不过那几位老将 但自认为沙场上的本事 不输任何人 此次讨伐勇王 臣当仍不让 父皇 儿臣觉得 林将军所言甚实 朕论起打仗的本事 朝堂之中 有谁比得过林将军 此事啊 还得从长计议 往日朕甚性勇王 从未催着他 交出他的属地于土 若是没有属地于土的指引 那此战 恐怕是更为凶险啊 陛下大可放心 臣的那位老友 对冯义俊的地形了如指掌 他 可以汇至于土 什么老友 林将军的身边 能忍辈出啊 像此等人才 应该举荐入朝才是啊 为何要隐藏起来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该再藏了 陛下 陛下 臣认为 应当先派吴将军先行持援 待臣取到奉义军于土之后 与吴将军会合 共同抗敌 既是如此 这样吧 朕 云你三万人马 但是务必要凯旋而回啊 遵旨 对 那老陈 也在此 恭祝林将军凯旋了 只是可惜了 明日家中备下了定情宴 原本是想请林将军过去喝杯喜酒的 现在 也怕是来不及了 那可真是不巧啊 我要去拜访的那位老友 刚好在贵府 这杯喜酒 我还真是感恩上 林将军说的那位老友 莫不是楼家人 行了 今生三亿 到此 准备散了吧 此事啊 你留下 还未恭喜楼太傅啊 你们楼家 又要出一位能臣了 此人 必定会被父皇所重用 你们楼氏一族飞黄腾达 指日可待啊 楼氏子弟 多是平庸无能之辈 何来的飞黄腾达这土啊 楼太傅谦虚个什么 又不是让你辞了官给子侄们做 好 对吧 此生方才说得是哪位谋士 楼家子侄竟有这般人才 为何之前 从未听太傅举荐过 不过是家中一位 只爱有礼 不愿入室的侄子罢良 世家子弟 竟有不愿入室之人 真是可惜了 你这才回来几日啊 又赶着要去出征 别跪着了啊 来 坐着跟朕说说话 刚才你也听见了 死账了 九死一生 你要是有个好歹 怎么办 日后我该如何向九泉之家的霍雄交代啊 庸王之事 臣从军系案开始便留心在意 习使为臣 终了也该是臣 陛下放心 此意臣心中有数 你叫朕怎么放心啊 看见没有 人家娄太夫那个侄子 岁数还比你小了几岁 如今就要娶心腹了 可你呢 你要是真的想让朕放心啊 那就早日成婚 免得整天的在外面生死搏杀 是吗 娄瑶温厚善良 臣娘子聪慧可人 臣只盼着他们 和和美美 天长地久 他们倒是和和美美了 那你怎么办 你如此这般的毫无顾忌 把你的命不当命 就是因为你背后啊 没有让你惜命的人 好啊 今天是这样 那朕就让皇后 选一对玉璧 作为娄公子和承娘子的贺礼 看着吗 陛下 既要送礼 那能否 再次承娘子一道慎恩 零将尽到 我看不见 谁朗证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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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嫁了三回人 你还是要信头的 上回见了袁善见 咱们也是这边说的 沈少商 你呢 你不是说 十一郎仰慕你 你还不屑一顾吗 你这话问得好生奇怪 若少商回答是了 你少不得要说少商 朝旗暮处对不住阿姨 若少商回答不是 那你又要说少商了 说少商眼高于鼎 连遇前得宠的林将军 都不屑一顾 来 万家娘子想得太多了些 我们姐妹方才提及 仰慕十一郎 那可都是坦坦荡荡的 唯独少商妹妹 不敢回答 是不是心虚啊 我是懒得理你 是 林将军少年英雄 谁认不曾仰慕 不过如今 可能是因为我有了阿姚 是你们当中 第一个定亲的 所以我看林将军 定然野兽无感 对吧 小公子 左一句阿姚 右一句阿姚 还没嫁进来呢 就是到高潘国家兄长 就是 女公子 林将军带着圣上的诏书来了 女君吩咐我 带你去前院听诏 陈思娘子 上前接诏 贵 滑 至兆娶灵侯之女 程少商 人心服弱 情慎贤淑 宮聊温檢 知书懂礼 和星月姓 文 铸华县无辜 五 平岸山乱匪 实属闺门典范 文 城楼玉洁百年永好 他说的这人 是我吗 赐玉碧一对 锦断食匹 拜 谢圣上 谢圣上恩典 谢圣上恩典 快接张 陛下 既要送了 让刘佛再次承扬此一道射录 他重见华仙有功 不如趁着楼家此番设业 当着宾客们的面 再送他一道表彰 既送了承家恩典 也全了楼家的脸面 你可知这诏书是临步遗替程娘子求的 真的吗 那我得决谢谢紫辰舅 不对 应该是我和少商一起 登门道谢 不必了 既然林将军未曾相告 想了他不应为人所知 你夫妻二人日后都少与他来往就是 快去招待宾客吧 好 好 我这就去 林将军 平日在书信里 你可是直呼我子盛的 如今见了面 为何还身份呢 牟先生 你怎么知 我就是牟先生 你以为我是谁人都敢信的吗 若非知根知底 怎敢轻易听用 我愿什么都瞒不过紫胜 我愿什么都瞒不过紫胜 不失紫胜 君日是为古而来 还是为 我知牟先生 对冯义俊的地形了如指掌 如今圣上 急需于途平叛 你若能助一臂之力 往后 定你能雄途广阔 只是 若真的成为同胞 日后 他是无法与我 少来往了 方才的话 林将军都听见了 既是如此 我便直说了 我父早丧 只留寡母幼地匪 阿要心思单纯 我自然得用心看顾免得遭人欺悦 我虽好公民 也想在朝堂斩入头角 但再看重机遇 也不会伤害生命活着的人 我今夜便出发去冯义俊了 我今夜便出发去冯义俊了 你不必甘心云地 我找你 只为于途 这是林将军所求之务 今夜 必送到你手上 有劳了 告辞 你还认得我是你的大伯父啊 大伯父 你还认得我是你的大伯父啊 你还认得我 受伤并没有身上说得这么好 没有伤到身上夸奖的那份 是受伤的不是 受伤的不是 这要求生啊 不许啊 是会我的不是 我敬你一杯酒吧 我们敬你一杯 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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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多谢 这怎么会如此 多谢阿子 你怕一个不随无首知人 为门典范 你再这趟口舟了 多谢 你还想给你按摩再打一顿吗 谢谢啊 来 来 来来来 来 女广子 女广子 真希望你能做到的 长江子 你跟我们说一说呗 说一下嘛 阿子妈 我有事情 先先告退了 这是怎么做的 是怎么做的 是怎么做的 长江子 长江子 还有什么 长江子 怎么做的 是 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你看 排队敬我酒呢 看到了吗 女公子 林江警让我传达三句话 第一 她说她真有话要与女公子说 第二 她叫女公子放心 她绝对不危害女公子的 请女公子信她 燕芳 你去跟他说 我是绝对不会与他见面的 此事不妥 还有这第三集 林将军还说 女公子若不去 他便亲自来寻你 到时候惹出大事来 你就等着退情嫁给他吧 倘若女公子当真不去 他就当 他就当这是运婚之业 岂有此理 我陈绍生 还能受他胁迫不沉 他在哪儿呢 你带我去 走 他就能受她吗 他在哪儿呢 听马来碼 你能受到避免 我想让他 你能受到避免 不要 你能受到避免 你能受到左手 你是听闻我找你便过来了 还是 听了那第三句话才来的 林将军对我有救命之恩 还多次相助 将军的热心人后 我自应该以臣相待 只是不知 但是将军约想你在此见面 是为何 看来是都听了才来的 也好 你能学会警觉 是好事 将军若实事无事 少少就先告辞了 陈娘子 容在下与你多说几句 好吗 你不必担心 我已经打发了此处守着的楼家下人 你我相见一世 我不想令你为难 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林将军 你也知道 我与阿药即将成亲 你这样贸然约我出来 实在是不太妥当 你将来想做什么 不是吧 我是说 除了嫁人 有好些想做的 想汇集好多衣室 将他们的衣术和见识 汇集起来 做成策 造福世人 还想改造笨重浓具 这样又能省人力 还可造更多的粮食 还有 想见一个冶炼之处 画更多的气血 看看是否能造得出来 还想 林将军今日约我来 就是想能这些 你心在广阔天地 你我并非同路之人 那是自然 你是你 我是我 对 你是你 我是我 是你我 是你我 最后一次前来的 将军此话怎么讲 是前方战事要紧吗 要去何处 此行需多久 今夜出发 此需便是马哥故事 这也是我们从军之人的宿命 这也是我们从军之人的宿命 陈少杀 我知道你想与罗阳外放 但是千万别着急 我会求圣上 为你们寻一处安稳之地 不要因为想要逃离家中束缚 便什么穷山恶水都去 你身体雷弱 挨不住他 你身体雷弱 人家对你身体雷弱 好 就是此处 我记得要留下 我命 conscious夜 你身体雷弱 你身体雷弱 还要准够 你身体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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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乏你身体雷弱 你身体雷弱 我从哪儿 好好听过你的笛声 此去危险重重 林将军请多保重 若将军想听 带您凯旋 我定吹笛给你听 还是不要了 你的笛声 还是留给你的郎序吧 你且好伤嫁人 若我有幸归来 从此你往莫落 不再相见 话已至此 你且回去吧 那将军呢 我再次多留片刻 真的吗 我说一回 我爱你 KaAllah 你快乐 你我爱你 看你 我爱你 你们 没你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是怎样光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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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凯旋 我定垂涎给你听 参见陛下 陛下 臣等幸福辱命 现已生擒拥王父子 好 林将军 吴将军免礼宁申 谢陛下 何家父子可有幸存 回陛下 臣去迟了一步 何家举家殉国 若不是何将军一家的舍身之功 为子圣 也不可能如此迅速 勤获拥王 返回都城 是乃苍天 折损正义员终诚良疆啊 何将军为婚事与朕离别时 英荣笑谋 不在眼前 谁知道 再归来 却是于朕 生死了别了 陛下 何将军临终前 还有嘱托啊 他还有何心愿 只管一一道来 朕 一定成全他 何将军忧虑 膝下只于一双儿女 妻子年幼 其女昭君 在与萧世子成亲前 本与娄世子定亲 现如今萧逆或朱或秦 萧家与何家前婚禁破 判能与娄世子再结姻缘 娄世子 不是已经定亲了吗 何将军并不知晓 娄太父之职 与成侍女定亲 所以才会有此心愿 何是此行悲壮 理虽不合 但可荣情 老臣 请陛下决断 凌将军好威风啊 竟然将廷尉府大狱的侍卫 全都轰走了 怎么 是想与本王 此下说说提己话吗 是啊 雍王这些年来 始终在冯医群 肾上罩你 你不是伤了便是病了 难得见雍王一面 可不得好好说说话吗 有什么好说的 承王败寇 本王任命便是 所有一切 都是本王一人所为 我儿也不过是 听令行事 本王死不足惜 只希望生上面旧日之情 留他一条性命 雍王还真是慈父啊 只是不知 这所有的事 包不包括当年孤城遗案 令将军说什么 本王听不明白啊 你若真不明白 又怎会一接到 身上诏令 便立马起兵谋反 你明明心知肚明 若只是萧氏子反白群衔 身上不一定信你 你有谋逆之心 就要你的性命 但若加上 当年你在孤城便偷卖军蟹 至孤城失手 至圣上的义兄全族惨死 圣上定然不会放过你 果不其然啊 我而与本王说 他是通过那 许敬忠的门路得到军械的 而许敬忠落入你的手里 本王便知晓 这一切瞒不过了 王 本王还赐了他个尽忠的名 他个不忠不义的东西 要不是本王当初提拔他 他现在也不过是个臭打铁的 若不是他出卖本王 供出孤城之势 本王又何苦兵刑险招 将自己半生的功绩 悔之殆尽呢 雍王还真是喜欢以己夺人哪 你为以己之力 还孤城全程降世于险境 这是不义 你不听圣意 带兵谋反 这是不忠 你也不过是个 不忠不义的东西 怎敢指望他人 替你以保守秘密 不过有一点 雍王你调错了 那徐敬忠 并未告诉我这些事 我尚未尚他 他就已经死了 圣上招你回渡城 是想替你亲口解释 饶你一命 而你 却怀疑自己已经被徐敬忠出卖 所以立刻欺凭门犯 是你自己的愚蠢 葬送了你的性命 不可能 是圣上要杀我 我才犯的 本王不曾选错 这便是报应 你可是因为你 多少孤臣将是死 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我请问你 这些年来 龙叶慕悔 你可睡得安心啊 万王并没想害死他们 灵不已你还年轻 尚不能知 我们随圣上 征战着这些老臣 内心的煎熬 当年 群雄逐鹿 局势不明 谁能料想 圣上到底能否问顶天下 本王只不过是想背些钱 给自己留条归乡时的退路罢了 本王私下调换军械 转卖他人 不曾想 是这么一回 就坏了大事 令不已 令将军 孤城所迫 实非本王所愿的 这些话 还是等雍王下去之后 自己跟霍将军 还有将士们解释吧 本王以为 霍冲能逞到援兵到来 可谁知道 他们都没有来 古城被迫 也不是本王一人所为罢 那军兵迟迟不到的罪过 难道也要让本王来背吗 既然圣上要追究 那为何不追究 军兵迟迟不到的罪责 令不已 你觉得以圣上的性子 会不会如你所愿 查个抵朝天哪 你觉得呢 令不已 不管身上查不查 都得死啊 这一刀 替何将军和城县令全家还 你不已 你疯了 这一刀 替古城王魂套个公道 这一刀 今天我中将军 你杀了本王 我将军 我输入一刀 下篮 我做事 与这一刀 黑石愚兰 啊 啊 上哪有 我请你 做多数 我 我 做 做 我 做 我 是 告知廷尉府姬大人 雍王叛变 应对圣上有愧 献以畏罪自杀 这 这姬大人也不会信 他会验尸 照我说的做便是 是 还有雍王 倒是提醒到我了 当年孤城曾派传令官求愿 但后因劣质军械 几日变造成果 所以他们也许逃过了破城之灾 至今仍有可能存活人间 你们两个 即刻去搜寻他们的下巴 上去 少 少主公你去哪儿 别跟着我 你去哪儿 阿姆 破坏军械之人 孩儿已经查清 并且手刃了仇人 您放心 我们霍家的仇 我一日也不敢忘 终有一天 我会查清孤城被灭的真相 我会将所有有罪之人 都诛杀殆尽 一个也不放过 不 血差 我会被灭的物件 你你受伤了吗 你都不放过 我太阳了吗 没有 我累了吗 剩下一个人 业 你吃完 李懿 你自小就怕血 你忘了 你手上被划了一道口子 你还晕了一个时辰呢 我自己来 我长大了 如今连上战场杀敌都赶了 怎么会怕血呢 顾 你不能上战场 你 那些武器都是坏的 你打不过他们的 他们一个人都没有来 他们谁都没有来 你不能上战场 你不能上战场 我自己来 你怕血的 我自己来 你也不能上战场 你不能上战场 你不能上 没事了 没事了 我会军系的人 全都已经被我杀了 那些没有来的人 我一个个把他们揪出来 我会给我们所有人报仇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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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百姓的哀宁 就是朕的底线 立立于孽作乱几十年 黎明百姓 翘首以盼的平静安静日子 才过了多久啊 你就想搭乱朝堂 再搞一个天下大乱不整 臣不敢 今儿 今儿 你朱砂未人重犯之事 臣罚你半年十亿 官将半职 回去犯刑吧 是 是 乱门 我 你想要是 他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怎么着和昭俊劝说这法子 当真行吗 万一他不肯怎么办 以前我也没见他有多钟情于你 为何不肯 不过 他刚全家战亡 我们待会儿态度还需要和气些 言辞绵软些 默让他觉得我们是上门七零来的 有点不肯定是 在哪里 我还不肯定是 那你们可以 想一想 那你们 能不能够 有点不肯定是 大人秦断 那你能够 有点不肯定是 你能够 那你能够 我 书经和赵军已经这般散了 要不咱们给一些事物再说 可 可你伯父坑的吗 就算你伯父坑的 身上坑的吗 那要不你去说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 我凭何身份去说 也对 原来是你们 安臣军 我 我们今天来是特地来迎接你的 迎接我 接我干什么 我没有话要与你说 我还有件要紧事需要赶去 程娘子既有话与我说 不如同行 邵尚宇你又不熟 你要什么事就冲我来 阿妖放心 我不会嫁害程娘子 你若不信 我可以先赴知名历史 程家娘子 你既要同我抢能序 却不敢随我上车吗 你不必激我 我本就是要与你谈谈的 阿妖 你腿脚不好 我随她去 若你看情形不对 可赶紧跑回来 阿妖倒是惦记 你们几个月的情分 却胜过我和她十来年 不过阿妖跟在你身边 也总比和我在一起强 你长大了 时辰快到了 我们快点走吧 走 韩城君 一切都已预备妥当 带路吧 你带我来此做什么 里面就是我说的最要紧的事 怎么 不敢进吗 还在想 那一个不妨体 过去 总是把我心肌震? 你把你心肌震装盖背着去的事 公子震装脱! 阿妖子震装脑! 我去旅行的! 你把她猫震装吧! 你把你照装戴了! 你把你出发了! 衣装叶子震装! 你 style! 我是来取你性命 拿回去祭奠我的父兄 是我对不住你 念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 请善待我们肖家的其他人好不好 情分 什么情分 是将我大兄跟四兄头颅插在枪尖上 向我父亲叫阵的情分 还是把五兄设置在沙场的情分 又或是一刀通死我那身怀六甲嫂嫂的情分 还是将我父母蜿蜒剁足的情分 圣上仁慈 圆满念在你肖家从容有光赏你全时 是我上走 恳请将你消首的 那曾经那些 你们消失只该世世代代的无头逆贼 遭世人唾骂 你说什么 我们从容有功 这个精神设计 是我们肖家打下来的 就连如今的圣上 都要记下这个恩情 你要取我手机 你要做使我们肖家叛乱 你这个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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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赶不回徒程 就为青眼界里被销售一刻 是真大悟 你该上路了 好 我死了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好啊 那你做鬼 我父兄一定会再杀你一次 看看谁不放过谁 你 何少俊 马上就要行刑了 我们赶紧走吧 圣上已恩准我手刃仇人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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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我来了 何招君 来 来 来 回家 给你担担 我吓了 来一下 我还是不能 将阿妖留给你 你日后定还会欺凌她 从前我与刘妖在一起 只需想着爱与不爱 可从今往后 我爱与不爱 刘妖 都已不再要紧 我阿妩临终前 曾重复地打过我两把掌 并留给我两句话 第一句 从今往后 何家再无人可替我遮风挡雨 第二句 将来何家与幼帝 都要依靠于我 我必须勾携到幼帝长大 我必须勾携到幼帝 长双双 我再也不是从前的何昭君 更不会任意妄为 我这条命 得罪不了任何人 也得罪不起 我得留着照顾我幼帝 我知您是却扶兄心中难过 我也当真是心疼你 可阿妖对你全无难拟之情 她不该葬送幸福 你以为我就喜欢阿妖吗 我何尝不是为此葬送自身幸福 你以为我就幸福吗 你以为我就幸福吗 讨论能换我父兄伙 千万个龙腰 我也不稀罕 安成君不必如此家国陈娘子 陈龙两家子 本就打算太轻了 从未见过十一老如此联想细语 陈龙两家子 陈龙三家子 你既有灵将军 何必还抢我的龙腰 你现在一身门好人 不能说服 上我的马车我送你回去 去吧 安成君 安成君 并非世人都欠你何家的 你父兄忠勇可家 如今世人接连 为你姐弟孤若 但往后终究是来日方长 是处处树敌 还是与人为善 皆在安成君一念之间 安成君好自为之 良心 难受你 冯义俊 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本残吗 何家真的 站着最后一人吗 冯一军 与华县情形并不相同 是因何将军将五个儿子 和所有亲信的性命 都堵了上去 先是一少量心服 固守冯一军 第二日 又召集囤军 阻断消失叛军 何将军死不投降 战职最后一人 终是守住了冯一军 何家几乎连妇孺都不胜了 正是因为有何将军的拼死抵抗 冯一军才得以守住 冯一军没有散落在外的乱军成肺 没有流离失所的孩子 没有无辜受辱的女娘 没有华县城外 成百上千的分钟 而你 也再不用悄悄地去祭奠忘婚 我并非想劝你 答应楼师地退婚 我真心以为 此时此刻 无论陈娘子做出怎样的抉择 都没有错 我只是不甘心 为何倒霉的总是我 为何 为何每次都是我 我家少商心意已决 但是这门亲事就此作罢吧 太傅如果再不肯做个了断 今日出了楼家门 我便与同僚成亲 我成家也已亲自上门退亲 奈何楼家罔顾何将军一言 死活不肯答应 曲灵侯慎言 我楼家 何曾不肯答应你们退亲 既楼太傅与楼大夫人都不反对 那就各自退还信物吧 少商 那日不是你我约定好了 只要我不返考你就不退所 是不是何昭君胁迫你 我去找他说清楚 不是何昭君 是我自己想通了 何将军为国捐躯 如今何家 只剩下何昭君与他又一样 这不是你我早就知晓 你还劝我说 何昭君再惨 也和你我的亲事是两回事啊 许你我而言 是的 但于天下 于家国 不是的 什么家国天下 你们个个都讲大道理来宽我 你们总说 要这样做才算仁义 要那样做才算报恩 可是何家伟觉得只有我 只有我 只有我 你们谁都不能替我过完这后半辈子 凭什么非得牺牲我呀 受伤 那样 为何连你也骗了 也来逼我 好 阿瑶 你随我出来 我有话与你讲 我有话与你讲 好 少生 你不用劝我 我是不会答应推进的 阿瑶 我记你与我说过 你虽不喜何昭君 但何将军对你慈爱有加 不管有多忙 总是会抽空来教导你 可谓一失一复 所以你心中好生敬仰他 是与不是 你这些年 一直忍让何昭君 一半是看在恩义上 一半便是看在何将军的情分上 是与不是 你与何家伍公子 昨天才可教导人 你还说过 你的剑术便是他教你的 那你可知 他是如何死的 那些人朝他受了几十枝剑 受脸 尸体时 全都是枯了 一块好肉都没有 无... 无凶 何家欺欲而老 也却不骂他而忘 此无权失 暗瑶 在华仙时你与我说过 大招服力士 当必有百姓周全 才算是无愧天地 可你知道吗 这次 佛印剧的百姓 跟华仙不一样 就是因为何将军 带着他的五个二郎 冲在最前面 保护了百姓 挡住了这一次的灾难 他是大招服 为国捐取 所以你我二人 何云之亲 在他面前 根本不足一体 我只能心中难受 我只我对不住你 我知道全人容易 但是娶何昭君的人是你 如果我能替你娶何昭君 我定当会替你 对不住 当真是对不住 别说了 受伤了 也没有对不住 你远据我 我考考慎善说 要做逼我生命的大找子 可却连半分委屈都不可受 岂不可笑我 没有 这只是一时委屈 没有成了一世委屈 我 真的可以 你可以 你当真可以 在于何昭君澄清之后 你不仅仅是他的郎婿 更是他的兄长 他的依靠 你要心疼他 教导他 但他若是做错了事情 你也不能让着他 若他再是耍脾气 发威风 你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忍气吞声 受他欺负 记住了吗 他若再敢胡交蛮臣 我就带他去 何将军临前自行 你不再会 以后 我会想起来 你不再会 你不再会 我靠你 他要地心 他要和他 我会想起来 你不再会 你不再会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诸位长辈 我想通了 我答应推进 阿妖赶怀忠诚良将 为国厮杀 治家破人亡 决议 陈泉何将军临终遗言 迎娶何兆军 此等大义之举 是连圣上都会称赞的 看日后 谁还敢管二房之事 是啊 我未来心腹脾气不是很好 还望伯父伯母多多担待 龙瑶 你是何意 往后十余年 何家布局 可是都听二房调遣 我看看谁 还敢再欺负我们 好了 好了 都住嘴 此事就按照 曲林侯说的办吧 打婚书来退情吧 少少 以后 你就叫我兄长吧 好 小妹 小妹抓阿妖兄长 之后诸事顺遂 待日后外放为官 展翅任高飞 那我也祝少少妹妹 将来能遇少两人 从此白手不离 但爱不已 但爱不已 你不能收护 魔法 环吉 是我 好的 是如此 某些女娘真是颜面也不顾了 专人喜欢往这儿郎多的地方凑 你说什么呢 自己不也跑过来凑热闹了吗 那能一样吗 王家子的父亲可是车骑将军 这段时间一直跟着将军练骑射呢 今日啊 是来比试的 不像某些人啊 某些人什么呀 某些人退亲都不嫌丢人 还有脸出门呢 少商妹妹 那是敬重荷家英雄 所以才退进 成全忠烈遗愿 怎么到了王家娘子的口中 就变成丢人的事了 莫非王家娘子觉得 上阵杀敌 卫国捐躯 是件羞耻之事 七家子 不必理他 我何时说过卫国捐躯 是羞耻之事啊 我有说过吗 再说了 我阿富可是车骑将军 那可是教过我骑射的 一点也不比你差 有些人才学了几日的 设议功夫就跑来炫耀 咱们这些自小在马背上 长大的 也从未炫耀过气吗 这 臭妖 莫琪琪 你不要太特意 有本事 我们比一场呀 比就比派你不成 才来啊 来啊 来啊 请瞎子 给他 请瞎子 我去啊 吃瞎子好了 来吧 爹 当初便与你讲了长门妇的故事 怎么你还不明白 无情无爱 方得自在 元山剑 我告诉你 今日我不想打理你 最好给我闭嘴 无情无爱 自以自在去吧 元山剑 公子 不要急 不要急 慢点 慢点 我都在这边 您闭嘴 我来给你 帮助启 他担心 你开车 发着 Bueno �� 继续 没有 我不知道 fly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塔是这般建起来的 经过雨灯一般 只用一根著作之称 在佩仪散开的斗篝 来分担承载塔身重量 果真是妙 不过是 却去个郎序而已 有何了不起的 我还是我 妈 如今楼家与何家女眷接亲 圣上更是觉得对楼家心中有愧 谁 越发偏袋漏视群座 远素日里 楼太夫借着东宫市所做的那些 打压寒人出身关地之事 都不追究了 当下他身上被东宫彻底设 我们需要 要是一条满脏的 更快的工作 方向彻底设 那一种遗事 实在必行 谁 去看看 hospice 啊 呦 这儿 在我 哪有 哪有 你 是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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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别动 抓紧我 别松手 别松手 刚听见的声音 不过两三层之外 怎么一转眼人就没名了 走 下去看看 往上爬 去 走 让开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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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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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青 你先回去 我这就找人来搜 放心 就算将这座山搜个底儿掉 我也必须把人找出来 林将军 你没事吧 你呢 没有被吓到吧 将军这是在冯英俊守的伤吗 就算而已 无碍 陈娘子 你方才听见什么了 我方才听到他们说 说要废主 什么都没听到 你什么都没听见 明白吗 对 对 我什么都没听到 我只是 散心路过此处 你也不曾路过此处 你也不曾路过此处 今天的事情 一定要烂在肚子里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好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 林将军 今日之事多谢林将军 我的马就停在不远处 我自己回去便好了 你自己回去不安全 我送你回去 走 今日多谢林将军又救了我一次 大恩大德不知何事能还 之前还说 在林将军凯旋之时 为你吹笛 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陈娘子 当真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吗 为何 为何 林将军 这是我的玉培 上面还有我的乳名 弱弱 你这乳名真是有趣啊 什么弱弱 鸟鸟 不过是另一半女子不见了 那若另一半女子玉培 被那两人捡了去 就可知投听之人是你了 你说这一半玉培 是交给他们好呢 还是交给我保管 我觉得 都不太好 还是留给我吧 不过就算没有玉培 他们只需回迎清点人数 就可知偷听之人是谁了 那还莫测什么 赶紧在他们点清人数之前回去 林将军 你的伤 还好有救赏 还好有救赏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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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将军回来了 是和程家四娘子一起回来的 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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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四娘子 今日悬崖遇险 林将军冒死相救 使得救伤复发 那程家四娘子 已然哭成泪人了 只说要给林将军赔命呢 她又去救陛家小女娘了 好好好啊 自身现在颇有一些 是当年的风范哪 老实交代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险些掉下悬崖 林将军为救我 拉扯到旧伤复发 我心中很是过意不去 好了好了 就这样就很好 好 一会儿见到圣上 你就这番再说一次 圣 圣上 嗯 好 林将军 你好好深修呀 我先走了 我为你而上 你就这番待我 陛下到 好 小胜啊 怎么就受伤了 太不小心了 臣见过陛下 双双 见到陛下还不快些行礼 去 陛下好 陛下 行礼前必须先成名 陛下 小女承照上补通礼数 还望陛下恕罪 对 陛下 我问你 究竟为何此生会救伤复发 陛下 陛下 骑马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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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扯了奸商救伤 是为了救人哪 郑娘子 你之前见过紫生 见过数次 所以不能置之不理 真是在问郑娘子哪 郑娘子 那你是在何处 见过紫生啊 这些话陛下问臣也可以 你别说话 朕问谁谁说 郑娘子 此生 乃骨功重臣 国之动了 如今已害她受伤 眼泪了朕 痛损一名爱将了 可知罪 陛下 臣女实属无心之失 还望陛下宽忧 若是早知陛下想吓死她 陈方才就不去救她了 陈氏啊 子生乃国之动了 为求你家小女娘救生复发 她是你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哪 你可得记得这份恩情啊 要时时刻刻感念宝大 是是是 臣自当感恩 重些 罢了 臣娘子也受了一些惊吓 你们妇女爱人 先行吞下吧 我和紫生说几句话 是 受伤 是 你好好说 你跟着陈娘子 正巧路过 随守已久 不足挂齿 好好好 你说随守 便随手 明日啊 你随朕回宫 让孙医官 好好给你整治整治 谢陛下关爱 不过臣府上 有最擅长治爹打损伤的衣室 臣留在府中疗养即可 怎么 你的衣室 能比孙医官还厉害 想必是有人哪 想留在府上 等那个随手依旧的小女娘 方便上门探病吧 安bern 姜ひ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 走来走去的呀 晃得我头都暈了 第几次了 什么第几次了 那个林布怡 第几次出手就鸟鸟了 对 是 好几次了 不行 我得再问问娘娘去 说起 不必去问了 即便他们俩真的是有情意啊 我猜娘娘也是嘴硬 不肯与我们说实话 怕就怕我与夫人担心的 都成了真的 夫人不知啊 昨日圣上 分明是站在林将军一边 还点醒我去道谢 念其恩德 不如 今日夫人陪妙妖去 妾去算怎么回事 自然是将军去 此时不用你这个阿富 何时用 这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女主人陪余妖去 那我这波都对了 我这招之爸 你看那咱们 少着 还不得了 我这招之心呀 好 哥哥凶事哥傻的 连把热汤都没有 阿富 林布宜本就是这样清冷之人 但未曾想到 连府邸都冷冰冰阴森森的 这根本就不像府邸 像军阴 可为何连个女娘不负责 你不是女娘吗 吓我大跳 有你一个便够了 林将军 非有伤在身 怎定还特意迎将出来啊 快 坐下歇歇 总是卧床休息难免烦闷 所以出来透气 不知程将军 您来做什么 林将军搭救了舞女的性命 礼当东门拜谢 陈思娘子 你们坐吧 不坐 不坐阿富 快 多亏林将军搭救之恩 否则小女就掉下山崖了 受伤 还不快谢过林将军 多谢林将军 还望林将军保重身子 若是想要保重身子 就不会救你了 这林不宜 怎么真的不会说话呢 还不是你非要来呢 走吧阿富 我们赶紧走 撤 林将军既有伤在身 当多假休息 我们母女就不打扰了 父女 阿富 叔叔 令 我与夫人备下谢礼 以命人送医院中 告辞 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迟了十五年 霍家军 ex 传性官寒武 拜见少诸公 你既还活着 为何时时不露面 还要等我们找你 你可知霍家军逃兵 该当何罪 属下当然知晓 林将军予如何发落属下 属下无不从命 属下非有意劳烦林将军找寻 只是当年孤城城破 属下得以苟活 曾有意联络旧日同袍 到都城向圣上禀明全部 可属下一旦泄露身份 联络同袍便遭到截杀 只得隐姓埋名 混迹示警 直至前日被梁九小将军发现 林将军 安然无余 我问你 那日孤城城破 霍家军全军覆没之时 您在何处 属下当时不在城里 被将军派去求援了呀 林将军有所不知 当年孤城守军军械 被人调换成了劣势军械 难以抵抗 我将军不得不派属下 和另一位同袍 前去附近驻扎的越势部局 以及前安王大军求援 往谁城下 远去未到 孤城一破 孤城一破 那日孤城城外有战旗 岳氏与前安王大军军无法冲破 十一 失了三日救援 属下有所耳闻 当年孝月侯 曾派一队兵马去查探战旗 全部因此丧命 可后来有人看见 当日派出的战马 竟出现在兵营之中 若这战旗有毒 为何人已死 马却无语 你的意思是 这战旗有多是假 伤不能断 只是属下去的蹊跷 还有一事更为蹊跷 待瘴气消散 军中医事 前去林中 验尸上报 然不知为何 事后这些医事 悉数失踪 林将军 属下想查探这些医事 若有人上载人医事 可查得线索 准 谢 你少说 人家二郎和小女娘 在城江货战门口 这么站了一站 就谱出一段风月佳话 参加此生 英雄救美啊 累得救伤复发 这些嚼舌根的女娘们 怎么不好好的 口口相传一番哪 不然 这这这这 这口口相传的 多是些风言风语罢呢 可若无这些风言风语 这又如何顺势 撮合成亲啊 陛下打算如何撮合 朕要选承家娘子 入宫境界 你这探头探脑的做什么呢 在家里没规矩就算了 这进了皇宫 可不能再如此了 否则会获及成家 也许还会搭上性命 你可知晓了 我不能再进了古宫 好好好 叫客 陈 陈傅 这 臣女 见过陛下皇后 陛下千秋万岁 皇后起居无恙 免礼 赐座 谢陛下 你瞧什么呢 这灯可真大 我从未见到 盖得如此精致的房子 第一次见 很难不喜欢 坐下 陛下宣召陈毅家倦 陈毅家倦 陈毅家倦不胜荣幸 看开心 不必多礼啊 之前你委屈求全 你楼家退去了清室 朕还不曾嘉奖于你 和你的全家呢 何将军满门中烈 为国敬忠 陈全家对其伟德感佩至极 自要满足何将军临终之言 不曾为其求全 过谦了 陈爱卿 这奖啊 终究还是要奖的 那个是爱卿之女吧 是 过来一些 让朕和皇后 好好地看看你 让你坐近一些 离得那么远 如何说话呀 你不要动 放开 放开 陈家娘子 你归名氏 我 陈女叫陈绍商 曲艺琴贤 绍商贤 绍商 倒是个好名字 今年齿铃几何 我 我已经过了集集好几个月了 本位你 你与娄世子退亲 你这心中可有难受啊 回禀陛下 难受自是难受 不过我家不曾想毁约 只是知道此事不得不为 此话怎讲 有 小女子 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数月前 我在家书上任的华县 看到冰霍后民众的彩像 所以小女就想 正是因为天地无情 冷漠看待世间 所以我们深爱为人 更应该仁义为怀 互助互敏才是 若只是为了自己的得意 而不顾他人气血 此乃情寿所为 你可知这句是哪位神仙说的 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荀子觉得人性本恶 所以天地不仁这话 定不是他们说的 法家讲利弊 孟家要奸爱 前者只顾着人间历来历去 又不管这世间人不仁义 后者则是觉得世间太仁义 既是如此仁义 人们更应该真爱彼此 所以此话 也应该不是他们所说的 最后一个就是 道家老庄 所以此话 定是老子所说 为何不是庄子 因为阿母让我看的庄子书件 我不曾看过 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你倒是猜对了 但这意思却不对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楚狗 不是把万物当成诸狗 冷漠无情之意 而是说 天地对待万事万物 都是一样的 一切顺其自然 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是啊 程岸清 厉害啊 你啊 教女有方啊 不敢 不敢 都是内子教得好 陛下 陛下 因常年在外征战 十余年未曾归家 妾于将军 教女无方 还望陛下不要见笑 少商 你父母为了国事 耽误了你的学业 于见你甚是聪慧 陈将军和陈夫人 只需略划心思 定能把你教好 多谢皇后夸赞 皇后你长得好美啊 皇后 皇后 休掉屋檐 那这要问你了 是你阿姆好看 还是皇后好看啊 皇后好看 陛下 小女不懂规矩 今儿初见皇后 言语冒犯 还请陛下恕罪 皇后恕罪 无妨 无妨 朕觉得这孩子呀 帅真 坦诚 倒是有趣啊 对了 两万爱卿早起奉诏 应该不曾用膳吧 阿父阿母不曾用膳 我用膳了 我在车里吃了一个饼子 不过线下还是饿了 我就吃过饼子了 好好 好 那你们全家留下来 和朕一起 共用午膳 如何 我看行 你看行啊 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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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